这是我们在俄罗斯远东地区 世界最冷城市亚库斯克 野外搭建的一个简易车库 由于这两天这边的温度持续降低 导致我们这个简易的车库 结了好厚的一层冰 哇塞,太动手了 好多网友都说我们这个车库太单薄了 根本扛不住这么低的温度 我觉得也是 就这么薄薄的一层布 看现在都快中午了 这里面只有零下20度 我们看一看外面有多少度 我这里放了一个温度计 室外现在是零下32.9度 昨晚最低气温已经达到了零下40多度 这个煤都快燃过了 昨天晚上我加了好多一炉子煤进去 可能是我把下面的灰和上面的灰全部掏完了 它火苗是起来了 但是燃得特别的快 你看到没有 看什么呀 你看那炉子后面 炉子旁边居然又结了这么厚一层冰 把这个料素罐子来烤一下 这样放上去烤的话 有点效果没有 我不知道 就这样 大哥 再下来 你在里面转火 你今天忙不 对啊 对啊 我就是今天 没事的话 一起帮我去弄一下 那个 看里面再定一层还是怎么弄 在定一层 今天早上我起来 那里面棚子里面就零下20度了 零下20度 不能吧 应该是我把那个炉堂掏空了之后 燃快了 里面都没多少火了 这里有好多码 那种矮码 好 这个棚子里面干活 比外面热多了 加上那个热气往上面走的 脱衣服 穿的太多了汗水的出来 感觉这个有点像大号的保鲜膜 真的 拉起来挺过瘾的 这样的话 中间有这么厚的空间 这样应该会软会很多 大概他们有经验 大概就这样跟我们说 这样弄的 这上面全是冰的 在里面有热气 对 这现在才下午的三点钟 感觉这天都要黑了 灯照上 再干一会儿 这边还有这么多都还没有弄来 昨天晚上和大哥干到了11点多 已经搭了一大半了 就是用的塑料布 这样多搭了一层 中间有很宽的距离 顶上也是这样弄的 顶上的空间更高 就有一点像家里面装修一样 吊顶嘛 这边门上也是弄的两层 上面也是 这个大门还没有弄 今天弄 今天上午大概有点事 他先去忙了来 随便怎么的 今天就能完工 昨天把这边的架子都订好了 朋友们感觉这样有效果没有 还有这一块两块 还有那边一块三块 这边弄好就是这样 我感觉行哦 大概说以他的经验的话 应该这样弄上了之后 温度会高很多 感觉那上面怎么有水啊 还玩 哪里有水 那上面啊 你慢点 这里 哦 之前的温度高起来了 上面的那一些冰应该化了吧 应该是 没事 这说明咱这温度提起来的 没关系 再提水 只要能见到水就是好事情 咱整天把这个门给做了 门咱俩可以做 那上面呢 等着大哥来的再做 可以了 可以了 放约梯子 哦 哦 这个没有蒜子的话 这不敢爬上去 这门也打开了 对 对吧 没蒜子 没蒜子 棚子的保温工作 全部完工 和大哥干了两天 我感觉这个效果很明显的 这样整了两层之后 这个温度至少上升了10度吧 差不多 真的不开玩笑 这毕竟这么厚的空间这边 特别是那个顶上 顶上的空间更高 有一米也多 不错不错 但是最主要是今天晚上 我们必须要使劲的 把这个炉子烧旺 看一下这个温度到底能升到多少 零上10度应该没问题 好了朋友们我们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我们两口知道 给我们点点赞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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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